女嘉宾小林二十一岁来自黑龙江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是一学校的吗 对 同级是吧 谈了多久了 两年 表里不一是吧 小片里你说的 咋个不一啊 我就觉得跟他相处时间越长以后 我就发现他跟之前一点都不一样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这两年就是被他那些甜言蜜语给骗了 我现在就是看明白了 我就是不想和他在一起了 今天是来分手的哈 对 你是来干嘛 求和好 求和啊 说说吧 怎么个表里不一 就刚开始军训的时候嘛 他就开始挺照顾我的 然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确实发现他也挺好的 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不到一个月 我俩就分手了 为什么 他在背后说我坏话 说我是他谈过最丑的女朋友 跟谁说 就跟好多人都说 他们都告诉我了 这些人真爱捣腾是非啊 人人有颗八卦的心 是你说的吗 不是 根本不是这回事 不是 因为男生在一起吃饭嘛 就是说喝酒吃饭 他难免就会吹个牛什么的 其实就根本不是有意思说那话 男人吧 有时候男人喝点小酒的时候 愿意干这样的事 想想也挺愚蠢的 后来他就挺诚恳跟我道歉了 对 我这个人耳根的很软 而且我也那时候挺喜欢他的 他一求我吧 我受不了 我就又跟他和好了 之后 我就看他手机 他手机里有一些下载历史 就是一些交友软件的东西 我就想下来看一下里面聊天记录 他就不让 我一拿他手机 他整个人就激眼了 我就一定要看嘛 我登陆上去以后 发现都是跟女孩子聊天记录 就说的很恶心 我觉得 都很恶心了 反正我觉得挺恶心的 那时候我刚上大学嘛 然后完了还是和他分手期间 我觉得只是正常交友而已 根本没有那么恶心 怎么不恶心 他跟人家说 想人家了 想要跟人家出去看电影 出去吃饭 你说他当时根本不是这么跟我说 他说他分手那个月特别想我 想跟我在一起 然后说的特好听 我才跟他和好的 现在呢 他就觉得找下家没找着 他又回来找的我 我啥呀 备胎呀 当时我呢就是正常交友 再说后来我不是也给你道歉了吗 接受了是吧 嗯 而且还是接受了 而且和好了之后 我对你不是也挺好吗 其实这些问题 没有必要一直招着不放吧 你呢要对我好 他怎么对我好的 他当上别人的面 就感觉对我挺好的似的 可绅士了 其实私底怎么样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比如说 上次啊 我有个朋友来找我玩 他那时候都挺好的 帮我们提行李 然后帮我们订票 照顾我们 可绅士了 我当时 挺好吗 可有面子了 去中午吃饭的时候 本来说好A制 因为我们也没什么钱 他非要请客 啊 后来 等到晚上的时候 他告诉我 让我把他中请客钱给他 那我当时也是为了 照顾你的面子 那你朋友来 我去请客吃饭 你不是也有面子吗 那再说那朋友是你朋友 他也不是我朋友 我也不认识他们 一开始 嗯 那这钱 本来就应该你付 你自己大众脸充胖子 你就充到底 你跟我要什么钱啊 当时他说的可好听了 我就稀里糊涂 就把钱给他转过去了 你就为了自己一眼门 完了还不想掏这个钱 他都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我就挺喜欢化妆啊 什么东西的啊 就这样在网上买一些口红啊 我就特别喜欢在网上晒一下 嗯 之后我就听见别人风艳风雨的 说哎呀他男朋友对他真好啊 天天给他买口红 给他买这买那 那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自己干兼职挣的钱 我家里人给的钱我买的 怎么到最后都成了他买的了 那些话不是我说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根本就不是我这么说的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 是啊 这个我没抓紧证据 哎他过生日的时候 嗯 最搞笑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给他买东西 准备惊喜 我觉得女朋友这应该的嘛 他也挺开心的 我也挺开心的 他说等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送你之前看好的那口红 我说行 等到我真过生日那天 啥也没送 那我现在我自己喜欢 我自己买的 他第二天把我买口红 放网上晒了 说是送女朋友生日礼物 那我当时跟他解释过了 我没送他生日礼物 也是有原因的 那因为当时正好 我一个同学家里有急事 啊 生病了 啊 然后我就把钱借给他了 行可以 你干嘛第二天晒这个 我当时是这么想着 那过生日 我礼物都没买着 那我是不是先得 把祝福送到呀 啊 送祝福呗 我发的那个朋友圈 那言话也不是这么说 也没有他说那么夸张 你说的什么呀 就是我当时就是说 祝他生日快乐嘛 你咋说的 说啊 祝我的弟小林 生日快乐 只要你想要的 我都给你 然后呢 配了个图 啊 配了我那口红的图 那我当时觉得 他图的口红 确实挺好看的 啊 而且 哈哈哈哈 而且再说了 我这样发不是 他也有面吧 那他男朋友给他买礼物 他这样在朋友面前不是也挺有面子的 这个你一定要改 小子我跟你说 这东西确实不太好 要改要改要改 这个一定要改啊 他不是在行程会工作吗 啊 他给别人的印象就是 愿意干活的那种 他是肯干 他可愿意懒那些活了 懒完以后回来就推给我 让我给他做 不是 那当时我也没全让他做啊 我也在做 我做的工作只是很多 他的没概念而已 他做啥 他上次 我们学校期末考试以后 不是有那个 学期成绩 学分什么的吗 然后要总结一下 他好 懒了好几个班的工作量 觉得他特别厉害 啊 完了回来说 你给我做了呗 我就给他做吧 啊 我成绩成绩在那做 点灯网友做了好几天 好不容易做完了 他拿去了 跟老师说是他做的 那我没有让你全做啊 我也做了呀 我做了很多 哎 你这个就真的不对了 这有点清不下去了 你真这么干啊 小子 没有啊 他就总有理 我每次吵架 我都吵不过他 本来这个事情 是我对的事 说着说着就是他了 嗯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 就是他对的 应该听他的 啊 我就信了 啊 我今天来 我就是想 让大家都听听 啊 到底是不是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俩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对对对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是如何被他洗脑的 好 来 你接着说 我帮你分析啊 其实我俩出之前吧 他也不这样 他追到手之前 表现特别好 追到手之后 就完了 啊 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有个小咳嗽呀 或者是我不想提东西 他咳主动了 就积极的过来 等到后来呢 我有一次发高手 我都 我就是都起不来了那种 我就说我想喝点粥 你给我送过来吧 嗯 他不 他就不给我送 他让我自己去买去 完了 说什么 我在打游戏呢 我没时间 啊 那当时他想吃那东西 他明明可以送外卖 因为他们那个住的地方楼也高 七八楼 也没有电梯 得自己爬上去 明明可以交外卖 他非得让我亲自跑一趟 啊 再说我过去了 他的病也好不了啊 而且后来 我不是也带他去打针了吗 太不上心了你 那我 你这事可以耍点小心眼 你知道 你叫个外卖送给你 你再送过去 还不影响你打游戏 得上心 那我生病 我那么难受 我想家 我也想见你 我就想让你过来陪陪我 那我叫外卖 我让外卖小波过来陪我呀 他总是这样 就是不管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难受 他朋友来找我们 说让我们一块儿出去吃饭 那天不太舒服 我说我不去了 他说不行 非得去 去了以后 我说那我先走行吗 先走也不行 那我就陪吧 陪了以后 他们吃饭 唱歌 喝酒 遇到第二天早上 他们玩嗨了 我第二天直接去医院 去医院路上 一句话不跟我说 脸拉拉老长 对啥 当医院挂掉水的时候说 就你事多 人家都没事 怎么就你事多呢 不是 那当时我朋友 大老远 从外地过来 来找我玩 那人家女朋友都没先走 那你说你先走 那是不是不太合适 而且当时我也不知道 你病这么严重 这么厉害 我要知道的话 我肯定也不可能这样做 我都挂掉水了 你还说我事多 你还知道不严重 那我不是后来才知道的吗 那挂掉水的时候 你不也这么说过了吗 我就是他这种 廉价的劳动力 他的副属品 根本就不关心 我也不在乎 对他越好 他就越觉得自己特别牛 特别厉害 就欺负人 他一般有事的时候 天天的给我打电话 就求着我了 天天给我打电话 要不求着我了 好几天都不再给我打电话 这是谈恋爱吗 那有时候因为 我跟他在一个学校 就每天都在一起 其实就没有这么多话要说 后来到家以后 就是不是分开吗 异地吗 然后偶尔每天打个电话 就没啥可说的 就是 就已经没啥可说的了 出两年你就没话说了 那以后呢 咱俩不得相对无言啊 你说我一天 我回家以后放假了 他一整天不给我打电话 不给我发微信 我问问他还不行吗 我说你干嘛呢 我说刚给你打电话 打不接呢 他说睡觉呢 没听见 我打了六七个 他都没听见 之后我说 那你给我发小视频吗 我不相信 他怎么可能没听见 我让你发小视频 他吓着了 说我在外面玩呢 我说那你在外面玩 你跟谁玩 你给我看看呗 他说都是男生 看啥呀 磨叽半天 发了一个小视频 就脖子以下 连头都没有 他右边一个女的 头发那么长一截 他当我没看见 我就问他 我说那女的是谁 你告诉我 他就不告诉我 问了几遍 几眼啊 不打理我了 好几天不打理我了 当时我没告诉你 那也是因为 时间去了有点晚了 我告诉他 我怕他在多想 那你干嘛去了呢 但其实没什么 就是和几个朋友 一起出去吃饭 他不是说那女的吗 那女的我根本不认识 那是我哥们 他一个朋友 那更说得清楚了 我说给他 他不信呀 关键是 他跟我说都是男的 最后来了一个女的 那我知道 你们两个有没有事啊 我不是瞒着你 那本来告诉你 我就怕你多想 而且 那我们之间 他是不是也应该 留一点隐私 你是留隐私 我现在就觉得 我缺心眼 我当时 你说啥 我信啥 你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但是因为 最后这件事情 我真的决定 跟他分开了 我干啥呀 跟他在一起两年了 我给他受苦受累的 他那天说 把我手机拿去 要用 我就把手机给他了 正好有一个男生 给我发了一个枣 他就疯了 他就说 问我这个男是谁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是谁谁 他不信 他就揪着我的脖子 拉着我的胳膊 一直把我从宿舍楼下 给我拉到教育楼后面 我要去上课 我推他一下 我说我走了 他过来突然间 给了我一大巴掌 他打你啊 我承认我当时 打你确实是我冲动了 是我不对 这个事怎么说 它都是那样 但是 我当时真的是太着急 太上火了 因为这个事情 我也是因为很在意你 我才会这样 才会着急的 那你说这个事 如果反过来 放在我的身上 你是不是也会 这样着急上火 但是我知道 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都是我错 我还是希望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场 因为真的只是冲动了 听明白了 这算是犯了 杀无赦 斩利绝的罪了 女生今天来 好像心里还有一丝 希望吧 要不然也不会来吧 那你干嘛来这 非要跟他在这掰吃呢 是他叫我过来的 那我就把这些事情 都说清楚 早分手早跟他解脱 好吧 真的能解脱吗 老师们 在帮这姑娘和这小伙子 分析分析 特别是这小伙子 未来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说一下帅哥吧 我觉得你犯的最大的忌讳 就像川哥刚才说的 你已经动手了 而且是在你们交往过程当中 当你碰到一个喜欢你 你又喜欢他 你们俩内心有爱的时候 你爱他都来不及呢 你怎么会动手打他呢 打女人是男人最大的污点 你单凭这一条 你就没有资格 继续拥有他的爱 那再说回来女孩 你的选择 我认为 至少从我旁听者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是对的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路人 他太精了 你太傻了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一起玩耍 所以我支持你的选择 我也觉得 这个男孩 骨子里还不懂爱 而且呢 还会用暴力的方式 去打一个女孩 这个是一个超级大忌 你再不爽 再表达自己的愤怒 你都不能动手 打一个你爱的女人 今天女孩能够 陪你来这里 口口声声说分手 但我觉得她内心 还有一丝的留恋 代表说兄弟 你还有一点点的机会 如果你真的在乎她的话 表现出一点诚意 好不好 加油啊 女孩 你去说你跟她谈了两年的恋爱 其实不如说你被她利用了两年 就从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她在朋友面前说 这女孩 这女朋友是我 找的最不好看的一个 其实她本意不是要攻击你 她的本意是在抬高自己 你所有为她付出 她其实都要自己有面子 比如说你过生日 自己买的礼物 她说是她买的 像众人显示说 我多爱我的女朋友 我多么有面子 包括她揽过了 搬你所有的活 然后让你来做 最后的邀功的是我 全都是在利用你 在榨取你的价值 尤其是说在你生病的时候 她对你居然不闻不问还怕 还有一次居然还说 你怎么救你事多 所以种种细节都可以看到 她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甚至于面上付出的钱 也都要把你要回来 所以你应该早早地分手 因为她没有爱上你 她只是在利用你 或者爱上是你给她的 所有方方面面那种虚荣 好吗 知道怎么决定了 男孩真正 我想跟你说的是 以下几句话 在爱情这件事情上 你太偷鸡取巧了 你太功利心了 你要的是什么呢 在你要的自己的那所谓 别人看到的光环的背后 是你把别人的尊严 把别人的感情踩在脚下 小伙子 把自己那份虚荣心收起来 真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个人 拿你的真心换取别人的真心 这样才能让自己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长大 明白吗 孩子 让自己坦坦荡荡地 真真诚诚地做一个人 好不好 他说他打你那一巴掌是冲动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为什么 他是一路掐着我过去的 他早就蓄谋想打我 他打你那巴掌是必然 他最初把你当傻子 侮辱你的智商 后来把你当工具 窃取你的劳动果实 再后来把你当成道具 让你带着病 陪他的朋友喝酒 来侮辱你的尊严 到最后 他一定会把你当成靶子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所以说他打你那巴掌 完全是必然 当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 踩在脚底下 不把他当人的时候 他的那种肆意妄为 是逐步逐步往前走 直到最后 开始动手 而且所有的一切 都有你的功劳 你是多么不把自己当回事 你说你每次都被对方洗脑 你内心应该有最基本的良知判断 甚至你应该有自己 对于自己尊严的最基本的维护感 你都放掉了 你把自己的脸摔在地上 你怎么能够怪别人不把你当人 当一个有尊严的人 自己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别人是欺负不了你的 没有谁可以拿刀逼着你说 你一定要跟这个虚荣的人在一起 你一定要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身边 没有人逼你 是你自己 所以说你 使起自己的尊严好自为之 你 那四个字对于你来说 一点都不过分 就是洗心革面 就这样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想 好好地承认自己曾经犯过的错 我想 女生 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离开的方式吧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在来之前 其实 我想了很多 刚刚那些老师说的都很对 我 之前做的太多措施 太过糊涂 但是 我来到这里也是想 真的从头再来 洗心革面 或许说 过去 那两年 你可能觉得我不够爱你 我表里不一 但是 真的知道你要 跟我分开的时候 我突然 有点明白了 其实你比什么都重要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我还能再相信你呢 好了 请亮灯 你不管结局如何 再给人道个歉吧 我 为我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 说一声 对不起 好 谢谢男生啊 来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 这个男孩真的能够重生 我们愿意相信 谢谢 好不好 记住三位老师跟你说的话 生活的路还很长 好吗 加油 谢谢你兄弟 来 请回 这段情就算画上了句号 好 好